将来人生广交好友 小朋友朋友变天下 我哪都不怕 宝宝理发器带震动 所以剪头发自粟的麻麻的还挺舒服 还有一点点 老话讲得好 有龙就有凤 我们叫做龙凤屯祥 祝福给你剪凤化了嘞 我们是这金凤凰 以后将来展示高飞 小姑娘我们成为人中龙凤 以后通过自己的能力 老大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以这个呢 叫做龙凤 小姑娘说过 小姑娘 爹 左边 左边叫做文称饭 四国以来剪文称饭 叫做给小宝宝剃壮人头 所以我们长沙 六月七八号搞肯那两天 还有蛮多的小孩子集中那两天 替他准备 因为叫替装人头 好 以后啊 他自己的努力啊 前阵后学啊 将来我们和哥哥姐姐一起 齐头应径啊 你对我感相互扶持啊 对不对 这是我们小宝宝的吉祥第四步 叫做文称饭 喝喝喝 好 吃完之后会香的小男生啊 但是这个肯定是比 这是比光头更好看的啊 没事没事 他搭不起 他的毛发生长还长得蛮好 挺好看 对 挺好的 你咱们切得好嘞 嗯 好嘞 咱们 第五步 拍发的律义自博原 是皮鞋带发四个字 还有第五步 阿姨那一代很多的小孩子 拍毛会整理一小撮 压在他们睡觉的垫子枕头下面 手放下就不要动了 所以那个做法 是用来给小宝宝压筋的 所以拍发是皮鞋压筋的意义 而现在剪到的后脑勺 这个地方的话 律义叫做聚宝盆 因为广东香港台湾那边很多做生意的 拍发是取发财的发 所以拍发是有 代发之力 替台发这个东西 其实老早就有 但是有很多地方因为 没有这种专业的机构 所以中国的拍毛文化 一般传达的不是很到位 其实替台头大家都知道 其实替台头大家都知道 只是没有接触到那种专业的地方 阿姨的手上痒了 现在脸上痒了一手来抠 很聪明的小孩子 把手指到这个上面来了 好 OK 我站一下 以后裁员广进 这是吉祥第五步了 最后呢 是小家伙的头顶上 还剩下一小桌 叔叔呢 帮助你清除以后 人生当中的小小障碍 祝福小姑娘今后 人生圆满 就如这个小梁头一样的 就如这个小梁头一样的 所以宝宝的人生第一个头 我们叫光宗耀祖头 比如光宗耀祖 你看看你这个袋子的话 比你这 比你上面的这些都的姐姐 拉拉也很多了 膝盖比较了对不对 我们的起点更高了 OK 接下来 稍微给它修以后 隔壁上还能够人称的 录像的过程是可以的